台南这家卤味成立10年 创下单日载配业绩破百万的傲人记录 老板透露制作好吃卤味有四大法宝 四大法宝有什么呢 第一个蜂蜜 然后再来是石头 然后再来是棉被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青草酱 许志伟原是外汇师傅 921地震后举家到台南重新开始 我们就举家到台南来 想说应该做什么呢 四处去看我只会做吃的 那只会做吃的去看 四处都有在卖卤味 四处都在买卤味 我想说卤味这么多人来吃 青菜后有个人来买卤味 所以才开始做了卤味的生意 研究过程许志伟听说了一种 几乎失传的青草乳味 古早的时候 很老的长辈 他们本来就是都用切草 代替酱油和现有的香料 来在滷味 他用30多种药材 煮成青草酱来做卤汁 发现不仅有效解决食材的腥味 而且可以避免过咸 为了避免药苦味影响风味 卤汁中另外加了龙眼蜜 法宝中的石头指的是卖饭食 卖饭食它会吸附杂质 会释放矿物质 让这个老卤汁的味道更加的甘甜 把石头绑在布袋里 放进老卤汁里 倒入青草酱 加蜂蜜 放辣椒粉 盐等调味料 搅拌均匀 卤汁完成 招牌的卤猪脚 有繁复的前制作业 首先猪脚要汆烫 汆烫去 血水后的猪脚 倒到大长桌上 猪脚一个个排好 猪皮朝上 火烧除毛 除毛后的猪脚 全部推进大桶子 加醋 酒 搅拌均匀 去腥之外 也让猪皮更Q 猪脚放入卤汁里 炖卤 入味后再放进大铁网 以大石头压住 确保八小时卤制过程 猪脚完全浸在卤汁里 盖上盖子 这时候第四个法宝 棉被登场 棉被就把它拉出来 往那个锅子上面一盖 它滚的速度快 然后又可以让它上下保持恒温 非常充分的恒温 让整个东西熬卤出来特别的香Q 特别的入味 卤猪脚皮Q肉嫩 卤汁甘甜不过咸 肉香中还有特殊的辛香 利用石头棉被来制作好吃卤味 听起来奇怪 吃起来还真美味呢 东新闻台南报导